林毅全 有 你知道木棒的原因是什麼嗎 我覺得也是丟出去 比較不容易傷到人 OK 是喔 因為你說可以控制球的話 這個木棒女棒都可以 對 比較不會傷到人 請揭曉 直棒規定打擊手球棒的材質 為木頭的主因是 因為可以較可控制球的落點 還是丟出去較不易傷人 請下答 來 請答 直接答 OK 我覺得是丟出去比較不容易傷人 林毅全 有 你知道木棒的原因是什麼嗎 我覺得也是丟出去 比較不容易傷到人 OK 是喔 因為你說可以控制球的話 這個木棒女棒都可以 對 比較不會傷到人 請揭曉 林毅全 幹什麼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鋁棒呢 敲擊出去這個球可以飛得比較遠喔 所以通常是非職業的選手 會先用鋁棒 因為他可以增加這個比賽的可看性 但是呢 如果是用木棒的話 他的擊球點就要抓得非常的精準 那但同時呢 使用木棒的話 他也比較可以控制你這個球道的位置 因此呢 職業的選手多半會使用木棒 來 蔡主秘 蔡主席 為了解決硬幣過剩的問題 香港當局鼓勵 可以回收製程鋼金 還是轉換成鈔票 請講 哈孝遠 我應該是轉換成鈔票 請揭曉 好 你知道嗎 其實香港的金管會 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呢 就推出了要回收硬幣這樣的一個計畫 結果回收回7.6億枚的硬幣耶 那當然呢 就是希望說 就是不要在這個市面上有這麼多的舊硬幣啦 所以大家拿硬幣來回收的時候呢 就可以給他紙鈔 讓他也比較方便來使用 那當然呢 這個收集的硬幣也可以再回流到市面上 去滿足大家市民的需求 七樓之四 七樓之四 準備開箱 怎樣 這麼少 六千六百元 你們都算多少 我還想 我們有大部分都在一萬以上 真的大部分 我還想說小的都已經到右邊了 右邊應該還 應該會比較大 還這麼小 39秒加油 請出下一題 貓咪又對自己的主人踩踏 表示他很愛你 還是他很討厭你 請下答 不是 我 我真的放好鞭喔 來 請說話 來 我覺得貓咪踩踩應該是 他很討厭你 踩踩就是討厭你意思 對 請揭曉 好 貓咪他會用前腳踏你喔 其實這個行為 是他非常依戀你的一種表現 因為他在用貓時期 如果想要喝媽媽的奶的時候 他也會用他的前腳去踩踏媽媽的乳房 然後藉此來表達他想要喝奶 想要親密的這樣的一個慾望 所以當他用腳踏踏你的時候 就代表著他是很愛你的 加油了 再出下一題 韓國的情侶裝文化 可以追溯當時的明星夫妻傳達 還是海外旅遊政策推動 請請下答 好 校園 恭喜 應該是明星夫妻穿搭 哪一對情侶呢 我不知道哪一對情侶 但是我就覺得說韓國 因為他的那個 他對於比如說偶像 他的這些製程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所以大家都會很 就是毛起來模仿 會隨著仿照 喜歡 喜歡模仿 請 接一下 這其實是在1990年代中期 那個時候 他們的平民總統就推動了 可以多去海外旅遊 那有很多的平民夫妻 他們到海外旅遊的時候 會度蜜月或做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會想要穿情侶裝 來表達一種愛意 所以當時就有趨勢的新聞說 這個是雙胞胎時尚 穿得非常的類似 然後去表現這個愛情的一種展現